刚刚开箱的天选L已经知道4060独显的表现 也知道这个CPU非常强的表现了 我挺有兴趣知道它这个核显的表现了 它是1024的核心处已经等于台式级6500XT的核心规格了 是目前MD最高的规格的核显 它的内存频率也不差 加上它是游戏本供电和散热也肯定不会有问题 那应该这个机器就可以代表这个核显的最高的性能的表现 那就看它表现怎么样 想看独显的表现看上一期视频 有一个小问题 它核显的模式没法输出 那就没法录屏了 你们将就看 鲁达斯老版本核显的跑分是18万分 那确实比之前略有提升 鲁达斯的新版本核显跑分20万3000分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3546也确实有点意思 跑分的时候显法频率在2.8几G 这个跑分没打得过1650这个独显 但是也很接近了 核心数第一档的iX6400高3.4% 英特尔的U7高7.3% 但是英特尔的核显它的软件环境 就游戏的环境会稍微差一点 就是有实力 但是没有舞台只能等同样核心处的 iX6500XT高39% 这种差异其实在情理之中 独显示有独立的显存 也不占用内存的带宽 完全两个概念 最左边是13代的i5 从来就不推荐 要什么没什么 CPU性能核显性能都差 然后英特尔的U5低一点点 MD上一代的核显就780M的核显低13% 这个差距有点小 其实应该那么反过来推药 这个核显是不是应该可以再高一点 AI绘图理论上也会稍微快一点点 核显的占用高 但是NPU一点点占用的没有 不行 我跑了好几次没法显示出来 再次抱歉 没法录屏就没法跟你们做横比的视频了 这样你们数据也会看的不太清楚 你们看个大概后面 我再用其他机型再继续跑 这是刺客信条英零电1080P的最低画质 也可以用机器自带的录 但是会影响性能62帧 有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看这张图 相较于上一代的780M的核显 提高的非常少 只有3帧 也没打过6400的读显 我在怀疑是不是机器的问题了 你们心心念念说是打得过1650 没打过1650高13% 同样核心数的6500XT高37% 3050高58% 古墓令的1080P的最低画质 核显的频率可以跑到2.9G 70帧比780M只高4帧 我觉得机器应该不能代表核显的表现 你们看看就好 我一会就简单的完成 简单结束了 但是这次打赢了6400 6400D30 6500XT高一倍 这种差异是不合理的 差个340%是合理的 CS21080P最低画质 阴影最高126.7帧 帧数不高 但是在核显里面算好的 上一代的8845H的核显低12% 英特的U5低34% 同样核心规模的独显 6500XT高73% 就是想要打独显肯定 还是不现实的 5位契约是2560×1600的最低画质 帧数在200多帧 这个帧数是可以的 而且操作感受也比较跟手 我觉得这个门口转一转 反正200多帧是没问题的 可以听好坦克世界是1920×1200高画质 帧数能够跑到90几帧100帧 待会看吧 更看游戏的优化 这个帧数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很好了 可惜不能录屏否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跟独显的机器还是会有一点差别 就是操作感受上会有一点点黏黏的感觉 我不确定这个机器的表现 代表这个核显 但3DMark跑分应该是没问题的 后面我再用真正核显的机器 再来跑一遍才能做数 过往的经验看 联想这MD核显的调教上是比较到位的 那要等到9月份了 你们说核显打独显 就这个机器的表现来看的话 远远谈不上 同样核心数的600XT个别项目 甚至比他还强一倍 好了这个机器 所有的表现都已经完成了 就这样拜拜